九十一 大公報 苗栗縣虎無糧出求援行政院 2015年7月11日台灣新聞A19 大公報信 據中通社報導 台灣苗栗縣院長徐耀昌十日證實 7月份員工新知和公教人員退休金確定無法於原定十日的發生日發放 當天他北上到台灣行政院求援 據了解 徐耀昌提出需要專案紓困100億元新台幣 夏同 行政院長毛治國要求苗栗縣盡快提出財政改革方案 苗栗縣政府目前負債高達648億元 每個月要固定支出員工新知約6億元 7月份還要發放半年一度的公教人員退休金 虎為金和虎率金約6億元 因此 光是7月份共需12億元 但到9日為止 怨輔財政環短缺8億元左右 對於前苗栗縣場劉正雄任內大興土目 舉辦多項國際活動 欠下大筆債務 徐耀昌指責動真益太大 前朝玩得太過份了 毛治國十日接見徐耀昌時 要求盡快提出財政改革方案 建議其債權可以透過融資平台減輕壓力 令強調需要看到苗園財改的具體承諾 多謝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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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